最新一期的做家屋的男人中 在横店拍戏的袁红不仅迎来了老婆的姻缘坦斑 回到化妆间卸头套时 就让陪伴在旁的张新逸无比心疼 因为是大夏天拍古装 当取下头套的那一刻 袁红被汗水沁湿的头发几乎都扒拉在头皮上 加上一头热气 让张新逸都不仅喊话冒烟的冒烟的 而就算取下头套后 在头皮上也仍旧残留着一些发胶 刚开始 直接化妆师和袁红都拿着化妆棉擦拭着 他说拍古装型的男生到最后发几些 是不是都要后遗的疑问时 袁红一句 酒精洗得能不掉头发吗 才知道 在那些化妆棉上 还清透了满满的酒精 袁红感慨 你不拿酒精他那个胶洗不干净 而这话也引起了二者的担忧 活在毛孔里更掉头发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